众主目即将登场 四十个女人齐聚一堂 十二月十二日起 每晚八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大选倒数继时来看到 是沙场老将郭俊明 对上政坛新秀江启臣 这次要力拼台中市 第八选区的立委选举各出其招 像郭俊明有热血青年军 企图要向下捞拉票 那江启臣呢 则是有风源在地的家族实力 同样是强劲十足 博士上则郭俊明四年前 对上杨琼英时败下阵来 四年后卷土重来 江启臣则是选战处女秀 谁都不敢掉以轻刑 老将郭俊明对上新秀江启臣 拼扫街也拼文轩 小孩时我经常跟老爸去顺山水 郭俊明是沙场老将四年前拜下阵来 四年后卷土重来 这群二十出头年轻人让这场仗变得很不老派 虽然没有选政经验 但是他们有的是满满热血 选举就像打仗一样 就要分工合作 对 然后要互相帮忙 知道民众想要什么 对然后再告诉委员 他如果做得到 他都会帮大家做得到 郭俊明有清凝军企图向下拉票 江启臣的家族实力也强劲十足 家族将近四百人 人脉扎得又升又广 不管是同一辈的大姐 还是长一辈的叔叔 要当江启臣的分身 绝对够力 他想要做的 他绝对做得到 那么他答应的 他也绝对做得到 他做不到的 他不会答应 我是感觉 现在年轻人 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来做事 应该是要争取 我们不能老是在 还在以前一样批评政府 郭俊明和蒋启臣 PK战略更要PK 谁有真正的在地优势 我没有过去经营的经验 所以我是空降 我觉得这是事实 因为我过去没有选过民意代表 可是我有这样的热忱 第二个 每一个民意代表 哪一个不是有第一次的参选 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角落 选民的任何的需求 地方所有的建设 我们都辽若之障 论子令 郭俊明是21年老江湖 江起成是重点栽培的震探之心 但是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谁都如履薄冰 所以我要比的其实是我自己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是不是又有进步了 又跟选民更接近了 又握过更多的手了 过去的任何一次的单于选举处 我民进党从来不曾赢 所以我有很大的责任跟压力 老江和新秀 实力误波 都说自己有信心 都说自己有报复 但最后赢家只有一个 老江和新秀